其實想游泳, 不一定黑邊才有 那香港吧, 香港任務呢? 香港當然有, 香港四處都是海灘 但不僅游泳, 還要加上獨木舟 加上水球, 玩法變化多端 一次過滿足你幾個要求 好像很好玩, 我也想玩 不僅好玩, 他們的會旨 還要看著無敵青馬海徑 一流, 這時候大家看看這片 這個是我身邊的教練, 偉哥 這麼冷都玩嗎? 不是冬天就不下水嗎? 不是的, 如果我們投入這個活動 基本上是沒有分季節的 沒有分季節? 我想問, 偉哥, 你玩了多久? 我應該差不多接近18年了 玩了十幾年了? 當初是怎樣接觸這個運動呢? 通常玩多大會是夏天開始的 有朋友帶我們去玩 接觸了之後覺得挺過癮 又有爬頂, 又有打球 就開始接觸了這個活動 但好了, 現在冬天就冷成這樣 夏天又熱到飄渴 你又在水面上, 會不會很辛苦呢? 其實這就剛剛相反了 英格, 你看我現在就看 現在冬天也好, 我只要穿一點 當你一個人在運動, 其實人會很熱 夏天玩水上活動已經是開心的東西 其實我們只要有些技術可以做一個 Rolling, 浸下水, 降溫 然後上來又玩過, 這是很過癮 不如帶大家看一場正式的比賽 其實獨木舟水球是一項 由兩隊隊裡的球類運動 每隊派出五位球員作賽 用特定獨木舟在一個指定的場地上比賽 一般來說, 可能在室內標準泳池 間開二十米乘四十米的大小裝中舉行 攔截對手時, 可以用對方的動作推翻 球員也可以運球 但持球不能超過五秒 而那支掌本身可以用來蛙艇 同時可以停球、運球 甚至招呼搶截對方的球 這項運動在1974年已經引入了香港 至於任何一場比賽當中 每隊最多不能超過八個球員 剛才說過, 正規出場有五個 另外幾位視為後備, 在後面等 開賽時, 每隊必須有五個球員 在自己的底線上準備 在比賽途中, 拋球出來 大家就可以上前搶 至於入球, 就有一分 入得越多, 就贏得越多 在我身邊可以說是獨木舟水球的前後腳 因為阿楓是打前風的 阿B仔是打後邊的 好, 敏敏打前面的阿楓 你的獨木舟水球經驗多久? 爬獨木舟15年 打球是13年 你射球是怎樣? 其實好像籃球一樣射籃 像籃球, 不過力度比較大 沒有籃球那麼油 那就比較厲害一點 好了, 先問一下B仔 打後來講, 怎麼搜呢? 龍門這麼高 龍門最主要是拿我們醫師掌 向邊, 有玻璃就盡量擋出去 怎樣能夠令到 這群獨木舟水球的朋友 這麼安心, 整天在這裡玩呢 就是一個好像海角七號的景 是非常之舒服的 而吸引到最新會員 有我身邊的兩位 讓他們自己介紹一下 我叫馬勞, 今年讀中五 參加了獨木舟水球已經半年了 半年, 好, 記住, 你呢? 我叫Kathy, 今年年一年 玩了一年左右 好, 我先問馬勞 你之前是先玩獨木舟 還是一來就已經接觸獨木舟水球? 暑假參加一些暑期活動 先玩獨木舟 然後再參加獨木舟水球 好, 玩了半年 有沒有給自己的目標 目標是入選香港隊 你很肯定, 很堅定眼神 祝你好玩了 好了, 我反而多點問 獨木舟水球 我看外面那天玩 全部都是紅水猛瀉 全部都是男生 只有一個女生, 你會玩的 其實一開始是有 幾個女生跟我一起玩的 後來是 他們有點不空, 忽然了 有沒有推廣給那些女生朋友? 都有, 不過其實 這個活動也挺有力 所以女生有些反而不太喜歡玩 你看這班獨木舟水球之友 每個人都看 衣服都不多件 翹上雙手這麼有型 我就在這裡吹寒風 如果大家想身體健康一點的話 一起來玩獨木舟水球 智良, 網子在哪裡? 以下這個網子 這個網子就可以大家來學獨木舟水球 一起來享受這個近水灣這麼漂亮的美景 今天多謝大家 不妨礙大家了 你們下水繼續冷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再見